繼98年之後 今屆馬拉松、重辦輪椅賽等雙殘人士參加 今年有40名參賽者比拼 他們的戰況是怎樣呢? 有五毛連說說 他們雙腳不用拉筋而伸 但手力就要練到足 靜橋首次參加馬拉松賽事 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我很怕推馬拉松到天橋 因為我覺得很奢心 所以我有點擔心 成績對我來說其實都重要 不過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自己盡了全力去付出便可以了 這次有31人參加三公里輪椅賽 參賽者首先在灣仔運動場兜三個圈 途中經過馬斯道天橋 洛克道和紀利佐治階等等 有參賽者就更加以夫妻檔上陣 我體力強些 我會看她的體能 和我們輪椅的調教 我都會負責 她就會負責一些安排的時間 參賽者要克服上斜路的路段 落斜一樣要控制好車速 為了安全起見 大會在馬斯道落斜的位置 特別擺放了這些大型的海面 避免輪椅參賽者落斜路太急而產生意外 最終所有參賽者成功完成賽事抵達維園 另外今年有9名雙層人士參加全馬賽事 他們的戰車就比較專業 前港隊輪椅劍擊隊代表馮英琦也來到競賽 她滿意表現 其實原來西瑞那段路都可以斜 所以那段路就變得比較辛苦 但整體上其實都可以應付得到 全馬輪椅賽事的頭三甲 由外地選手包辦 亞洲電視記者 五毛連報導 由外地選手包辦 而在大陸中 空間大陸中 至少 至少